近日,由中国梅科梅科院承建的全球首套含氦煤层气提取高纯氦气装置,在甘肃实现一次开车成功,顺利产出99.999%以上纯度的高纯氦气。 标志着我国完全掌握了含氦煤层气提害成套工艺及其工程化技术,我国含氦煤层气提取高纯氦气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近年来,美国升级芯片出口管制,一时间卡脖子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虽然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同时建立了全产业链体系,但在某些领域还是会受制于人。 其中就有一种战略性极高的气体资源,芯片制造也离不开它,而我国每年的需求量超过4000吨, 但95%以上都依赖从美国、卡塔尔、澳大利亚等国进口是一种容易被卡脖子的资源。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气体资源? 这就是接下来要为各位讲到的,被誉为黄金气体的氦气。 外媒甚至直言表示,中国有氦气吗? 要是美国现在断供氦气,中国的核磁共振仪还能开得起来吗? 氦气是一种具有低密度、低废点和惰性等特质的气体,它是除了氢气以外最轻的气体。 可能不少人都知道,拿氦气冲气球要比容易爆炸的氢气安全多了, 不过如果只是用于冲气球,那对氦气来说简直是大材小用。 那么氦气到底还有啥用? 刚刚提及的芯片制造,就是氦气的重要用途之一。 众所周知,制造芯片要用到单金龟, 而制作这种材料,需要把高醇多金龟放在石英干锅中加热, 温度维持在1400度左右。 这么高的温度如果没有氦气保护,就很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芯片制造离不开氦气。 上个月就有韩国媒体报道称,由于氦气供不应求, 用于制造半导体的氦气价格,一年内就暴涨了44%。 当然,氦气的用途还多着呢。 比如在航空航天方面,无论是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 还是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 它们输送燃料和氧化剂的系统都要用到氦气。 而医院里的核磁共振仪要有超导体,也离不开氦气。 各种的关键就是核磁共振设备中的超强磁铁, 目前只能用超导线圈的强大电流产生的磁场才能满足要求。 比如,核磁共振领域常用泥钛合金超导要求零下268.8摄氏度, 只有液氧能满足要求,所以未来要是没了氧,这事就难办了。 早期的冷却方式比较复杂,液氧每天都有损失,一周都要补加。 后来发明了液氧度瓦的无损住存, 从此零蒸发的核磁共振液氧度瓦诞生,但仍然会有部分损失, 目前是半年至少需要补加一次。 另外,氧气还用于管道泄漏检查。 高端检测设备载器、金属焊接保护器等领域。 总之,如果没有氧气,很多行业都玩不转。 然而全球的氧气资源分布却极不均衡。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估计, 全球氧气资源储量约519亿立方米, 其中美国就存有206亿立方米,占比40%左右。 而卡塔尔存在101亿立方米, 俄罗斯存在68亿立方米。 中国则少得可怜,仅存有11亿立方米,占比约2%。 美国是全球最早开发氧气资源的国家之一。 早在20世纪初,美国便发现油气田中含有氧气, 随后对其进行开采。 到了1960年,因为意识到氧气的重要战略价值, 美国修改了氧气法案,强制要求油气公司对于那些氧气风部达到工业利用指标的气田, 必须回收氧气统一卖给国家。 如今,美国生产的氧气已占到全球的半壁江山。 这些年来,氧气价格飙涨,可谓越来越金贵。 不少国家也纷纷打起了氧气的主意。 其中,卡塔尔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氧气生产国。 产量占据全球近30%。 随着中美竞争越发激烈, 近年来我国也调整了氧气进口来源。 有60%以上的进口氧气来自卡塔尔, 而进口自美国的比例降至四分之一左右。 看似我国进口氧气对美依赖不算高, 不会被美国卡脖子, 但这其中却存在一个隐患。 卡塔尔没有自主开采技术, 其开采设备大都依赖美国。 要知道,氧气非常轻, 地球引力吸不住, 现在的氧气资源大都半生在天然气中, 唯一工业化获取氧气的途径就是天然气分离法。 需要经过多次液化, 分流和提纯才能获得纯净的氧气。 此前我国也不掌握氧气的提纯技术, 不过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我国早就开始布局。 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厂机规划 2012到2030年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中, 就有8项与开采氧气等用到的 低温技术相关。 经过我国科研人员的努力, 去年7月, 我国便成功填补了技术空白, 研制出一套液化天然气闪蒸气低温提害装置。 这套装置成功在宁夏延迟实现商业化运营, 年产20吨。 但对于我国每年4000吨的需求来说, 无异于杯水车薪。 中国煤科煤科院这次实现的突破, 无疑令国人振奋。 摇街煤电集团其所属海石湾煤矿煤层气, 是我国极为稀少的含氦煤层气资源。 多年来该煤层气一直被用作工业燃料, 其中的氦气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 如何从成分复杂的煤层气资源中提取氦气, 是摆在摇街煤电集团面前的现实难题。 煤层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 相较于天然气, 其成分更为复杂, 提取氦气难度大, 尤其针对摇街煤电集团海石湾矿煤层气, 同时还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分离提害难上加难。 为解决这一问题, 自2012年开始, 煤科院联合摇街煤电集团 就含害煤层气提害技术开展科研公关。 凭借着煤科院在气体分离提纯领域深厚的技术积累, 公关团队融合变压吸附、 磨分离等多项气体分离关键技术。 不同于常规的天然气液化提害, 首创变压吸附加磨分离加精致纯化的 煤层气提害工艺, 攻克了多组分煤层气变压吸附脱碳、 浓缩、提害一体化分离关键技术, 以磨分离和高效精致纯化偶合关键技术, 氦气纯度从0.1%提高至99.999%以上, 最高可达99.9999%以上。 获得了高纯氦产品, 实现了含氦煤层气至北高纯氦气工程化放大应用。 不仅如此, 将提害后的煤层气继续用作发电原料器, 使煤层气和氦气资源同时得到高效利用, 为企业创造了一举多得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 为企业创造了一举多得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 为氦气资源获取提供了新途径。 煤科院作为集团公司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的重要支撑单位, 承担着推动煤炭行业低碳转型的历史使命, 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 持续深耕煤层气利用领域, 通过工艺技术开发, 中式放大验证, 中式放大验证及成果转化工程应用, 自主开发了变压吸附浓缩技术, 覆盖了煤层气全浓度梯极范围, 实现了煤层气多渠道、多产品综合利用。 未来, 煤科院提害成套工艺技术推广应用至天然气提害领域, 将增加我国氦气资源供给途径, 为我国低温超导、半导体制造、 高温气冷堆和大科学装置等产业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